中心官宣 福宝确定留在神树坪基地展出 海归安抚寺即将全部归位 5月1日中心公开 福宝撬腿干饭的视频 福宝那霸气的坐姿 很显然是得到了妈妈爱宝的珍珠 熊舍内的福宝脚踩栏杆杆摇摆身体 悠闲的品尝的小零食 眼上写满了轻松与自在 看来福宝的隔离期即将结束 我们很快就能在外场见到心心念念的福公主 不得不说 中心的工作人员 把福宝照顾得真的很好 虽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福宝 但是中心每周都会放出福宝 一周以来的生活状态 最新的一周的视频里 24号这天 福宝在自己的小院子跑来跑去 看来对院子里的布置十分满意 下午回到室内 开心地吃着自己喜欢的大苹果 单单一个零食吃播就把人给看了 如果说福公主 最喜欢吃的还得是新鲜的竹笋 福宝的干赞速度连小脚丫都用上 一点也没有浪费 福公主竟然还是一只节节 没有因为吃惯了竹笋 就各种恢复 整个体型比之前刚来的时候都大了一圈 情绪这么稳定的海归雄 福朱竹应该是唯一的一只了吧 在最新的视频中 乖巧的福宝 和奶爸的互动 举手投足兼越来越淑女的福宝 越发有妈妈爱宝当年的样子 目前福公主的隔离检疫生活 即将期满据中心介绍 待相关检疫部门检查评估后 即将结束隔离 但是为了让福宝进一步适应环境 降低应激风险 福宝将在神树平基地 在适应一段时间后 才会与银翼们见面 等福宝营业后 隔离八个月之久的异议 想必也就要和大家见面 届时海归安抚寺齐聚 神树平国际语言学校的名号 也将彻底做事 打打闹闹 也是天下第一号 近日有网友发现鱼可月爱 分开营业起因时哥哥鱼可 有了领地意识 这天鱼可在水池泡完走 就去树下玩耍 因为天气炎热 鱼爱在哥哥离开后 也跑到水池边 想要泡澡降温 这时鱼可突然跑来 本能的屈胆妹妹 还以为哥哥实在和自己玩闹 不仅没还手 还露出肚皮跟对方撒娇 被哥哥驱赶走的爱 很是委屈 最近的鱼可像变了个熊一样 前段时间还曾有游客看到爱 被鱼可单方面撕咬 当时就有网友表示 可可离单间顾远了 结果就在静远 看到兄妹俩分开展出了 然而对于突然分开两小只 竟然都有些不适宜 少物营业的爱 没了往日的活泼在外场吃完猪损后 便趴在门边等哥哥 然而走等又等都没有等到 坐立不安的爱爱 在门口来回走动 甚至开始敲门 与见不到哥哥的爱见 一上午无精打采不同 鱼可简直就是个大熊蹄子 下午独自营业的他 十分淡定 该吃吃该喝喝 最后在水池边玩累了 才想起了消失的妹妹 然后去门口等爱爱 好在兄妹俩并没有完全分开 下午四点左右 约爱从内场出来 一样小只肉眼可见的变活泼 又在一起玩耍打闹 不得不说 真的很希望兄妹俩 不要那么早就分开 他们一起玩耍 一起吃损 相互陪伴的画面 真的很美好 但是想到两小只 如果一直在在一起 爱爱恐怕又要被哥哥咬 因为可可的领地意识越发强烈 而爱爱貌似还不懂这些 别看平日里霸气侧漏 爱姐内心其实是个哥宝兄 也许这就是性别差异吧 应愿被哥哥咬 爱爱也不想离开哥哥 尽管情胆伤 希望兄妹俩能相处更久些 但还是要以两熊的身心健康为主 相信虫洞对兄妹俩的安排 希望可可爱爱熊生平安 每天都快快乐乐 这略眼神清澈像大学生的熊猫 就是老腊肉七仔 七仔有一个很传奇的身世 目前最可信的版本是 它是被工作人员救助回来 2009年11月1日 陕西福平县三观庙村 有村民发现了一只浅棕色动物柚子 被遗弃在野外 接到救助电话的工作人员 砍到后发现小家伙 身体非常虚弱 已经有数小时没有进食了 工作人员便将它带回 陕西省珍西野生动物抢救研究中心 因为肤色与众不同 工作人员给它请命为七仔 寓意天外来客 在七仔恢复健康后 工作人员给它找了个干妈 也就是刚生下宝宝的猪猪 当时因为体型小喝奶 总是抢不过别的小学 好在七仔后来发育得很好 个头很快赶上 并超过了同伴小学 这时的它被欺负后 就会追着他们一个一个打回来 主打一个不能吃亏 当时七仔的玩伴有四个 分别是龙龙凤凤压压以及二王 很遗憾的是 2014年底 龙龙和凤凤因感染犬温热 不幸去世 和七仔关系最好 当属二郎了 兄弟俩举止亲力 经常一起贴贴共享朋友 属于是七仔舔王二郎舔 二郎舔王七仔舔 然而万万没想到这么舔兄弟 却被七仔戴了绿帽子 后来八岁的七仔来到楼贯台 请领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 找对象 作为熊圈少有的棕色男学 珠珠一眼看中了这个壮小 然后生下了儿子秦华 遗憾的是秦华并没有遗传七仔的棕色基因 相反墨水格外充足 因为嘴角自带一圈黑毛 年纪看上去十分成熟 第二年七仔泄后 龙岩系美雄正正 生下第二个孩子八仔 八仔在吃的方面随了七仔 超级能吃 割完自己的大号盆盆蛋 还会去抢其他小熊的盆盆蛋 后来七仔还和安安有过情胆纠葛 就在工作人员都认定安安的孩子是七仔 结果鉴定 孩子竟然是二郎的 熊在家中做绿帽添上来 对于这件绿事 七仔好像并不神奇 好兄弟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好喔 pow 感谢观看